对我而言 父亲与父亲的形象 样貌 一直是我们心中最在意的角色 我们努力地追寻他的认同 肯定 面对华人世界的父亲特质 我们近乎都有差不多的经验与回忆 让我们成长之后 也深受影响 真心地感谢 写信给父亲的这些朋友们 让我 为你读封信 爸 以前写卡片给你 都是要你好好照顾身体 不要抽烟 好像没有跟你提过 你出车祸的那一夜 我们有多么的害怕 担心失去你 那天凌晨 家中电话响起 妈妈接完电话 慌张地跑来叫醒我跟哥哥 简单地交代状况之后 妈妈跟哥哥就赶去医院了 一个人不安地在家等待 一直到清晨六点 妈妈跟哥哥回来了 告诉我车祸过程跟你的状况 我整个人有点忙 或许是因为看到衣服上的血迹 也可能是听到你的情况这么严重 到了上学时间 我告诉妈妈 我自己去搭公车就好 让他们休息 搭车途中 经过了事故现场 你的机车和鞋子被放在路边 地上似乎还有一些血迹 我的眼泪不停地流 在看见这一幕之前 我多么希望 一切只是一场噩梦 躺在加护病房内的你 全身几乎都被绷带包扎 平常厌烦的对话 突然间变得很奢侈 那两个月 我跟哥哥就过着学校 家里 医院 往返的生活 所以断考成绩 从前五变成倒数 差点被妈妈赶出家门 当时真的很担心你 根本无心于课业 经过好长的复原期 和几次手术 你才能正常走路 这一段时间 真的辛苦你和妈妈了 而我们家 好像从那个时候开始 相处氛围变得融洽 彼此之间的感情也更好 跟珍惜在一起的时光 也愿意试着表达内心的想法 和爱 虽然你不曾开口说过爱 但日常生活中有许多举动 都让我感受到满满的疼爱 比如 每当我在房间大喊 有蚊子 下一秒 你就拿着电文拍出现 直到消灭蚊子才肯罢休 有的时候 无意中提到 想要吃什么东西 隔天就会惊喜地出现在餐桌上 知道我不爱菜梗 所以吃饭时 你总是只挑菜梗吃 小时候睡不着觉 就会跑去你房间 让你来帮我拍背 陪我睡觉 你也会在半夜时 进来为我盖被子 生怕我着凉了 学生时期 你是我的专属司机 上下课 补习 甚至跟同学出门 你总是说 不用搭车 我有空可以载你 要回来时 再打给我 人家说 女儿是爸爸上辈子的情人 我感觉自己真的被你捧在手掌心呵护 还好我们家有一个严厉的妈妈 不然我一定会被你宠除公主病 我想告诉你 你一直是我心里的英雄 我知道你18岁时 为了减轻阿嬷 一个人一两六个人的负担 作为老大的你 扛起家里的经济重担 所以选择了警校 就当了将近40年的警察 日夜颠倒的生活 也从没听你说过累 为了我们家 你总是努力着 现在 你跟妈妈都已经退休了 希望你们能享受生活 我知道 不管我跟哥哥几岁 在你们眼里 永远都是个小孩 希望你能放心 因为我们已经能够照顾好自己了 你也要好好地照顾自己哦 祝父亲节快乐 我爱你 文 老爸 谢谢你对我的爱与付出 从小到大 至少过了小小屁孩的时期后 你有形与无形的支持 是我最大的前进动力 因为家中只有我一个小孩 所以从小 我就常与表兄弟姐妹们 在一起生活 彼此的青春写照 也都收录在记忆里 我曾幸运地与表哥 就读同一所人气中学 但从未像他那样聪颖 成绩优异 屡屡获颁奖雪金 我也曾与表姐 跟随同一位知名画图老师 学画画 也未如表姐那样 在绘画与设计领域施展才华 创业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但 你的鼓励 事实的陪伴 与一生作则 让我相信我也有天分 只要再努力一点 一定也能走出自己的一片天 后来 我也如愿考取了理想的大学 获得了稳定 有明确挤癌规划的工作 过了三十岁后 我知道我已经具备 基本的能力与资源 我自信地告诉你们 我想要转换跑道 跨出舒适圈 看看不同的风景 我知道 你和妈有一点点吓到 但仍然打从心底支持我 可是 隔行如隔山 过程比我想象的还要难熬 经过了几次的低潮 和犯错后 我才明白 我一直以来太过依赖你们了 我指的不是金钱 人脉 等这些我已经可以 自己自足的外部资源 而是自信的来源 过去无论是在顺境或逆境 我都太过习惯透过别人的肯定 和鼓励去找到自信 纵使 外面上没人瞧得起我 我也都还有你和妈妈 只需要聊上一通电话 就足够让我充饱自信 可是 当我开始走在你没把握的道路时 你一如往常的真实与鼓励里 却少了让我产生自信的语气 毕竟 那些不是你熟悉的呀 要你自信的说 够 实在太过强人所难 不过 别担心 就算如此 我还是感激在心的 因为 我也想不到 比这样更恰如其分的爱了 自信 是自己给自己的信心 而非透过外在事物给予 现在的我 恰好遇到了 学习自信的良知 在人生一个重要的阶段的最后一局 远离家庭的保护伞 耗尽了师长的鼓励 必须靠自己完成比赛 无论输赢 我都会代谢掉所有外在的期待与不期待 从自己的价值中找到自信 好好珍惜那个我不愿意放手的未来 老爸 请你放心 我觉得 我已经又长大了一点了 祝你父亲节快乐 你的儿子 卡洛斯鹏 给父亲的话 今天要来对爸爸说出心里话 小时候对爸爸印象是严格 很凶 但他从来没动手修理过我 在求学的路上 他用关心代替要求 常常粗心作答的我 就换来成绩起起伏伏 他总是鼓励我 别灰心 下次再加油 考上高中时 知道我一直想要一台电脑 就默默地买了一组电脑 放在房间给我惊喜 满18岁了 考上了机车驾照 他带着我 去买了人生的第一部机车 即使我上了大学 出了社会 他还是会记得我的生日 煮一份猪脚面线 坐在一起吃 唱生日快乐歌 吹蜡烛吃蛋糕 记忆中的爸爸 有着粗壮的手臂 是我用两只手 也扳不动的 爸爸喜欢喝酒 但酒量不是很好 常常喝了酒 坐在沙发上 看着电视就睡着了 爸爸有心血管疾病 中过风 心脏开过刀 在去年一月的某日 下班回家的路上 突然接到爸爸的电话 说他有点头晕不舒服 当下我意识到不对劲 立即先叫了救护车 忘了是用多快的速度 骑车回家 到家同时 刚好救护车也到家了 此时 爸爸已经意识 有些不清楚 到院后没多久 就陷入忽密休克 紧急插管 送入家户病房 过程中 签着一份份的同意书 虽然不是第一次签 但面对的心情特别沉重 经过抢救 使用叶克膜 两次手术 爸爸仍在家户病房 和死神搏斗中 守在家户病房前的我 到处愁神拜佛 也不敢让九十多岁的奶奶知情 只能善意地说谎 说爸爸得了感冒 在家休息 过了十几天 爸爸靠着意志 靠着医院的照护 我想还有神明的保佑 爸爸总算醒来了 在探望时 我握住他的手看着他 我不禁也掉下了泪 跟爸爸说 加油 一切会好起来的 一年过去 在今年一月的某一天 我心里强烈地告诉我 爱要及时说出口 即使我再怎么不好意思 下班到家后的第一件事 就是给爸爸一个拥抱 并对他说声 我爱您 我想 爸爸也确实感受到那份心意了 有太多要对你说的感谢 我会化作一个大大的拥抱给您 而爸爸您一直是我的靠山 在未来 让我 来做您的靠山吧 祝您父亲节快乐 身体健康 拜 意味 亲爱的爸爸 小时候 对你的印象 就是你出门上班的背影 几年前 你因为得了糖尿病 终于甘心地办理退休了 而我们 也终于 有了多点时间相处 可惜 人与人的距离近了 问题就明显了 我很爱你 真的 但是我们的相处 也常常让我感到沮丧 我发现在你的心中 我始终是个孩子 每当我的想法 做法 看法 与你不同时 你便会说 你不懂啦 那些人 点点听我就对了 还记得 你有一次 因为我们对于同性的看法不同 你是这么对我说的 让你读了这么多的书 根本就是白读的 我看以后 也别指望你会养我们了 其实 我还真的想不明白 打从你退休后 我就一人扛起了家里的经济 难道 我这不是在养你们吗 为什么好像不管付出多少 只要与你们的想法 有任何的不同 所有的努力 就会被抹杀掉啊 妈妈总说 不要跟爸爸争了 顺他就对了 但 难道连在自己的父母面前 也都不能说真心话吗 我不知道 但我确实也厌烦了 总是与你说没几句话 就会争吵这件事 究竟该怎么与你平和的相处 真心 却愉快的闲聊对谈 我还努力的找寻那一个平衡点 希望那一天 很快的就能到来 也希望你的身体一直健康下去 平安快乐 我爱你 祝你父亲节快乐 鸟 嘿老爸 是我啦 鸭鸭 没想到吧 印象中除了 国小的父亲节卡片之外 就没有写过信给你 你不善于言语表达 而我 好像也遗传了你的害羞 于是我们不曾好好聊聊 趁着难得的机会 就让我来说说内心话吧 如果要我形容 我会说 我眼中的老爸 好比就像是路灯 对比四红绿灯一样的老妈 站在中央位置 掌管指挥家中的大小事物 路灯 则是在一旁默默 静止付出 守护着家人的生活 长大后的我 忙碌于课业和工作 迷失在外头 缤纷又竞争的世界 没有多花一点心思 留意家里 还以为从小到大的避风港 可以一直安稳下去 然而 就在最近一两年 突然惊觉你老了 除了眼疾恶化 体力也明显的大不如前 仿佛突然大停电 漆黑一片的马路 让人意识到 习以为常到 勿以为理所当然的路灯 究竟多么重要 每年春节 我们都会去交山走走 这是我们妇女之间的默契 也是少数 会一起同行的活动 还记得以前 你常常半开玩笑的念 我平常不运动是傲笑脸 才怕没多久 就气喘吁吁 如今 你的脚步变得满山 还没抵达 以往折返的终点 就说累了 想提前回头 这些 我看在眼里 感到揪心不舍的同时 心中也满是感佩 心疼你这辈子 尽心尽力为家庭付出 辛苦做工打拼 一肩扛起 全家经济支柱的重责 退休后 也没就此清闲 接手家务 采买工作 担任起厨房二厨 主动帮生账的老妈 奔担解忧 而现在 即便势力不佳 就算手脚迟钝 依然竭尽所能地照料着我们家 我知道 尽管不曾浪漫是爱 数十年用实际的行动付出 这就是你爱家人的方式 爸 谢谢你 你是我的英雄 最后 我想说 不孝辱我 很惭愧 也很抱歉 都已经三十好几了 却还是把生活过的一团糟 老是让你跟妈妈担心 我知道 你们疼我 宠我 所以不计较我对家里付出的太少 没有多花心思在你们身上 谢谢你们的爱 和包容 能做你们的女儿 我真的 好幸运 也很幸福 我很努力地学习当个成熟的大人 照顾好自己 也多陪陪你们的 择日不如撞日 干脆 这个周末 我们就来一起包水饺 我真的 好想念我们家口味的韭菜水饺哦 这个主意 你觉得如何呢 亲爱的老爸 父亲节快乐 爱你的女儿 压压尽上 嘿 老爸 犹豫了好几天 我还是决定把这封信寄给小秋 请他帮我念出来 因为如果不是这样 我可能不会有机会写些什么给你 听到这里 你可能会先问小秋是谁啊 他是第一位 让我连续哭上将近半个小时的温暖音乐人 也是让我有勇气写信给你的主要原因 你一定不知道 每年除处一夜快到之前的那一段时间 我的心情总是很差 很差 明明知道是既定的事实 但你却总是问我 今年是不是也要回安平吃年夜饭 我知道你还期待着什么 但正是因为知道而且无能为力 所以只能把难过与无力感放在心里 你只是希望一年当中至少有一天 可以和我们自在的坐在一起吃饭 没有话题也没有关系 就吃一顿饭就好 我真的知道 只是 时间过了就是过了 一如我也花了好长的时间调整自己的状态 才能好好的面对你以及妈妈 说实在的 你们之间的裂痕 从来都不只是你们的 它成为了我们 往后经营关系时的超大难关 虽然你已经记不得自己是怎么把我赶出家门的 虽然你说自己最随和 但其实最挑嘴 也虽然你真的让妈妈好辛苦 但我一直都有把我们一起去公园散步的声音 好好说在心里 也时常会想起你说的那些高级的冷笑话 现在 这辈子我们是无法再回到那个家了 但 无论如何 我都爱你 也愿意继续这样爱着你 老爸 父亲节快乐 最后 希望你再考虑看看打疫苗的事情好吗 你不担心 我担心啊 阿鱼 比 爸 有些话 一直不懂得该如何说出口 哪怕是现在写着封信的当下 也还是有一些的犹豫和不安 可能是时机还未成熟 抑或是我还没有做好准备 让你听到接下来的这些话 但 无论如何 还是想把现在的情绪和思绪 记录下来 等我们都准备好 那天 再说给你听 其实 在成长的过程中 除了婴幼儿时期之外 我感受到的 其实是源源不全的恐惧 这种恐惧 一直到高中毕业 才开始慢慢缓解 恐惧的源头是什么 年初的时候 开始对于自己的行为 和性格 进行观察 和剖析 想要知道 到底是因为什么原因 造成了这些恐惧 到最后才发现 这些恐惧 其实都是源自于家庭 因为 你和妈职业的关系 常常会接触到 我在学校 补习班的老师 和其他教职人员 出于关心 你们总会一直打探 我在学校和补习班中的 一举一动 噩梦 也就这样开始了 每天回到家 听到的第一句话 都会是 某某某 老师说 你在学校 老师说 老师说 一开始 可能是我真的 有做不好的地方 可是到后来 我发现 无论做得好 做不好 甚至一些 无关紧要的小事 都会被老师 一一报告给你们 然后 回家就会因此的 被你们碎碎念 嘲笑 打骂 我不知道怎么做 才能让你们满意 也不知道 我到底做错了什么 还是其实 我只是你们 在面对生活 职场压力的 一个发泄出口 所以我也因此 常常会埋怨自己 为什么会出生 在这样子的家庭当中 你觉得 你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人 去年被问到这个问题 被问的当下 感到错愕 慌张 关上手机后 很认真地思考了 这个问题 这才意识到 这十几年来 我一直在不停地改变 和塑造自己的心态 想要满足你们的期望 成为你们想要的 那一个我 在下24小时 都活在监控下的生活中 长时间地压抑真实的我 以至于 对于眼前的自己 感到陌生 甚至有点厌恶 我不知道究竟该如何应对 只想要赶快逃离 这个地方 这个环境 摆脱这一切的痛苦 与束缚 短暂地让真实的我 有一丝喘息的机会 或许 是还没有足够的勇气 智慧 和能力 去处理这一些事 去面对 这些以爱为名的伤害 去跟你说出 我真实的感受 但 我也在慢慢地学习当中 等我们都做好了准备 再来一起面对吧 父亲姐快乐 2021 8月2号 小木 2021年的5月与8月 我要做了一件私心 想完成的事情 或许对很多人而言 这太无聊 太小众 太没有效益 甚至完全不会对自己的 演艺事业事业有帮助 但对我而言 却很重要 为自己听歌的朋友 念缝信给父母 这让我想起刚从棉花糖 单飞后出的两张单曲EP 也是分别在爸爸 和妈妈生日的时候诞生上架的 可想而知 就算父母离异了 对孩子的影响依然不减 即便不住在一起 鲜少联系 彼此之间的感情 也会随着之间的距离而增加 至少 对我而言是如此的 而我想要借此机会 也为自己读封信给我的父亲 Dear Dad 最近好吗 每一张卡片和留言 第一句通常都是这么说的 如同每一次见面结束后 一定要拥抱 这是多久开始的习惯呢 你喜欢这样的拥抱吗 我好庆幸 那时候能鼓起勇气 和我的厚脸皮 可以这样和你们靠近 真好 虽然小时候的印象大致一定 但脑中记忆自动涌出的是 因为疫情建立起新的回忆 喜欢吃鱼 而去鱼室采买的你 会特别买海鲜给我 要我下楼拿 因为疫情的关系 你担心我的工作大受影响 担心我 会不会舍不得买东西给自己吃 担心 我会不会维他命C补充不足 和阿姨一起买水果给我 想起我国中 你第一次换新轿车时的兴奋 晚上带我去家里附近绕绕 我当天还特地假借要测试 新车音响而偷渡张惠妹 首张专辑的歌和你分享 那是我印象中 最能靠近你开心的时候了 虽然人生过程当中 不免哀愁 但你总是一股神奇的魔力 让人对你又爱又恨又担心 或许这就是家人的力量吧 感谢你的铁血和担心 我才能确信要走在自己喜欢的道路上 虽然这一路跌跌撞撞 但也因为你的心软与不舍 让我们在关系断绝之后 我还有机会回家成为家中的一员 不是一辈子孤单和感到遗憾 然而 我一定没有成为你想象中的样子吧 不只是我没有 我们家中任何一个小孩 都几乎没有成为你心目中的那种 功成名就 众元帮手的孩子 你会很失望吗 在课业上 我是真的对自己很失望 很努力读书 希望可以让你感到骄傲 和身边的人顺耀的我 却在课业中大事已定 很在意成绩和奖杯的你 一直没能在自己的孩子身上得到荣耀感 我很对不起哦 但多么希望 是能用你的方式成为你的骄傲 可是最后 却只能靠着自己喜欢的事物 走出一条你最担心受怕 这不稳定的职业 过程中 虽然你的反对强烈无比 却在我最受挫 挫折的时候 给我最大的物质与帮助 你的爱 是双面刃 帮助我熬过最艰难的关卡 也帮助我 确信自己想要走的路 是否能够坚持下去 家中的孩子 我是最险性的叛逆 却可能是你最疼的孩子 在家中 我应尽的责任 和义务 几乎都被别人完成了 而我 竟然幸运的可以去追求自己的梦想 和独自面对 判断任何的决定 仔细想想 我们两个真的好像哦 我们的坏脾气 单纯 冲动 帮助他人 照顾家人 眼力 心软 又容易感动 很爱胡思乱想 又很爱流泪 然后我要补充一个 你真的比我慷慨好多好多 为什么没有遗传给我这个特质呢 总之 让我们得以拥有很疼起我们这些特质的人 因为他们的包容 我们才能够自在地做自己 像个大孩子一般 爸爸的身教给我很多的启发 包括面对癌症时要活下来的意志与信念 家人被欺负时的愤怒与不舍 对他人的善良与付出 想想 我一生当中 最想成就的 或许是成为你的骄傲 如果可以用我最擅长的方式 获得你的认同 肯定 那我一定不负此生 父亲节快乐 爱你哦 不要再爱生气了哟 小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